上前 上前 警方火爆赶到KTV门口 两方人马已经打成一片 远景上前立即将动手男子 上铐带回 换个角度来看 远景第一时间喷洒辣椒水 试图控制场面 但是两方人马却开始四处逃窜 被驱赶的一方不满警方执法 竟然拿出辣椒喷射枪 对着远景反击 方便动作来看 男子一连开了四五发 还导致四名远警重担 现场指挥官中轮派出所所长 立即冲上前将男子压制 不忍同仁遭到波及 立即将闹事的九男四女 一共13个人带回派出所 追究冲突原因 原来是双方在走廊 就已经爆发口交 这个王姓男子跟杨姓女子 因为之前是旧事 那他们在走廊上 因为遇到就开始了起天然 那过程中这个杨姓认为 这个王男的女友 对她不礼貌 那双方进而 有一些拉扯跟冲突 纠种斗勾甚至还持辣椒枪袭警 但其实这四连发辣椒枪 来头还不小 对准人发射 瞬间对方满脸都是辣椒水 这款辣椒枪射程达5到7公尺 可以填装四罐气瓶 市价两万三千元 平常用于防身用途 没有被列为管制物品 没想到如今却成为袭警工具 也让警方在第一线执行 多了不少威胁 接着也加明全家好 特别报道